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当额眉 在这个江湖里所有人都在苦恋交易神功 化身外汇大神 婉转会士 上帝带走了金庸 却带不走他留下的江湖 美元 任我行 任我行 金庸笑江湖中的人物 掌管日月神教 希望称霸武林 但是仅凭一己之力 就像称霸武林显得急功近利 没有循序渐进 最终的结局已失败告终 毫无疑问 会士当中的任我行非美元莫属了 不仅掌管会士生杀大权 还各种调打非美小弟 本周三是10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美元不改大佬本色 继续韧性上涨 一举功课九七大关 创下16个月新高 机无敌手 一心统一江湖 令武林各派温风丧胆 虽然名副其实的自大狂妄 专控骄傲 却也不只是一位自大 手下们也是相当得力 强劲的经济数据 加上加息预期 加上其他客门派内乱不断 欧元区经济数据疲软 德国政治不确定性 意大利预算问题 以及日本央行的鸽派立场 一切的一切都让美元多头 霸主眼下敌气十足 但是中期选举步步逼近 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和压力 美元可不能急功近利 小心走火入魔 被抢去了教主之位 黄金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 金庸孝江湖中的日月神教的教主 在任我行执掌期间 任光明左矢 后阵任我行练功走火入魔之际 发动叛乱 囚禁任我行于西湖梅庄的地牢之中 最终在令狐冲任我行等人的大战中 被任我行杀死 最近会是重现黄金和美元 比翼齐飞的情景 倒是和任我行与东方不败 最初的兄弟情谊 迷之相似 但是江湖显和一山不容二虎 事实证明 两个野心家是做不了好机友的 想要趁其不备夺主之位 只需股市再来一波下跌 或者说美元来些 让人失望的表现 东方不败再怎么努力 还不是被任我行收回了教主之位 不是 初来混总是要还的 所以在中期选举之前 我们拭目以待吧 欧元 英镑 黄荣和赵敏 黄荣此人非常聪明 更是慧眼师英勤 四身水平就高超 但更大的成就 就是捧红了郭靖 这几前列骨 这两天欧元和英镑的优异表现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脱欧谈判是连连传来利好 给了英镑极大的鼓 这就好像郭靖和黄荣 赵敏和张无忌的关系了 历史证明 只有恩爱小两口好好过日子 才能双赢 不要没事 搞什么分手离婚的 现在都要靠脱欧 若是不出现较大的消息 那么估计英镑和欧元的上涨 会进一步延续 江湖伴们择机错诺非美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混世江湖除了不练功夫 还有有毫无的机遇和功法 眼下飞龙大战一鼓即发 今天由NC1希望的Johnny老师传授大家 确议的江湖只能提望各位情侠修炼 他日并有所成了 我们的江湖 人就是江湖 你怎么吹瘦 哈哈哈哈